大家好,歡迎回到萬聯花新台,繼續有我水哥在講波 先講兩句,最新會員片預測新一季哪兩個球員會大爆發 經意推出,有興趣可以加入會員支持 期待已久的兩位前8人球員迪利特和馬薩拉 終於正式官輸了 前者確定會穿4號球衣,後者會穿3號球衣 由樂實傾店去做體測,再跟手很快就官輸了 其實很明顯像是想趕在開幕戰上陣 講回萬聯在這個新一季,其實簽人都算快手 在英超開季之前已經簽好4個球員 這個進度比以往大部分時間都要快 大家記得,萬聯之前近幾季,很多時候都開季甚至踢落兩三場 去到差不多8月尾,甚至到最後一天才做Deathline Fighter 而今季真的改善了 好期待來近兩位新兵,加上之前第一籤的舒1C暫時未上陣 真的很期待看看他們的表現 好,在講賣人的最新情況之前 都講兩側,分別是萬聯買人相關 以及關於Soy的情況更新 先講賣人,烏加迪 最新傳超級經理人文迪斯飛來英國親自談兩單調 包括快力士去車仔,以及可能就是烏加迪來萬聯 傳聞說到磨了那麼久巴黎那邊,終於都有很減價的跡象 對了,之前都講了上一季,烏加迪都已經不太在安力基的心水 哪有球隊站得那麼硬的一個自己在隊中,都不是那麼受重用的球員呢? 之前都神早講了,懂不懂規矩? 懂不懂玩的? 現在看看怎樣搞法,時間來到8月中,剩下半個月左右 看來烏加迪真的很想來萬聯 我覺得如果現在巴黎在減價的話,應該就還有得談 至於最新的軍情方面,Soy就確定會決陣季初比賽,都預算了 根據萬聯最新所說,他在precision訓練時又再傷,季初幾場就會踢不到 現在預計希望國際賽期之後,即是希望9月中才可以復出 左閘位即是季初兩個又是繼續傷了 而解決方案就是,我估大陸志季初幾場就會頂住左邊 而馬薩拉奧辛加盟就應該打分最慣的右閘先 接著講到賣人的最新情況,一出一入右閘位,這邊箱 買了馬薩拉奧,另一邊箱雲比沙卡都官宣去了韋斯咸 看不覺不覺原來雲比在這裡都踢了5年 看到他現在真的走都有點不捨得 其實想起他落場時都很盡力,上季尾好像忘記邊場 記得他跑足大半場回來落鏟,鏟走別人半單刀 雲比說真的,落場就很努力 一對一正面單防都厲害 但同時的缺點都是輸不少身後球,腳下功夫比較弱 離隊都異成事實,來後英超對回雲比時 看看他會否守到萬聯的翼守成怎樣 簡單看看萬聯官方統計暫時離隊球員中,一隊來說 有清目金華拉,馬斯亞,雲迪碧克,華拉尼,雲比沙卡 以及班頓威尼斯已經離隊 預計接下來會陸續有力,先說麥湯 之前傳言完一大輪,雖然暫時靜了 但現在最新就說,萬聯願意25man放人 而對麥湯有興趣的球隊繼續有一大堆 包括拿波里,富咸,愛華頓,奔福特,加拉塔沙雷,費倫巴治等等 假如萬聯在烏加迪的傾談是順利 麥湯要賣走的機會就會大大增加 對麥湯繼續被認為是萬聯陣中比較賣到錢 又真的有很多球隊有興趣的球員 另外,有好幾個邊緣球員暫時有不同球會有興趣 帕利斯迪在右翼的主力位現在被阿密拿了之後 他相信都會是萬聯可以出售的球員之一 目前是說,波羅尼亞就想買他 是一個確實有可能的轉回 康尼伯在中場陸續有美奴已經上位 以及接下來的哥利亞可能上位之後 康尼伯應該是等走的 目前傳入法國的球會對他有興趣 至於冰銀連迪路夫更加是99.9%會走 現在萬聯接連買了約羅和迪利特 雖然約羅就要商一段時間 但數回萬聯現在的中堅 有利馬、密戒亞、伊雲斯、約羅、迪利特 再加上冰銀 真是太多 冰銀剩下最後一年約就要今個夏天買 目前就說,有海外球會正在談 但暫時未知進一步的細節 預計極大機會來著小妹昌最後這半個月 是還有球員會離隊 而其實本身仍傳還有安東尼 新組和卡卡斯曼聯都想賣 但其中只有新組還有跟巴黎聊天 但傳記都只是像是煲水的新聞 這幾個比較高身的球員 暫時看,如果沒有什麼突破的消息 就只會繼續留隊 對了,今個新一季 曼聯的陣容變化都算是較大的一季 我覺得目前為止,改變是積極的 賣人方面比較著重入相對年輕 更有未來的球員 而賣人除了賣酒用不著的球員之外 還有就是比較高薪 技術上不是最符合坦德傳控理念的 曼聯都會想逐次賣酒 暫時看來,今個新一季 是近年最似仰的一個下昌 暫時看來真的不錯 好了,今集的內容大概就到這裡 大家喜歡的話記得按LIKE,留言和SHARE 還有支持我的話可以加入PATREON 或者加入YOUTUBE館也可以 感謝你支持 好了,我們下條片再見 PATREON 好